说到米粉,可以说我是百吃不腻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家一年起码吃上300天的早餐 用料很简单 两块米粉,一个鸡蛋,一小块猪肉 我们先来把米粉泡一下 把米粉放到大碗中 加入清水浸泡20分钟 准备一小块猪斩柚切成薄片 用来做早餐 我们一般都是用猪斩柚或者是梅头柚 它比较香,而且不易老 切好放到碗中 切上少许的姜丝 切好的姜丝加在肉片中 再来上少许的胡椒 来点蚝油,适量的盐 再来点花生油 给它搅拌均匀,放一边备用 再来准备少许的葱花 准备几片老妈种的青菜 吃几天酱酸 把这些青菜都冻死了 圆趴趴的,颜色都变了 我们挑几片好的出来就可以了 挑出来的青菜先放一边备用 我们的米粉也泡好了 泡到这个程度,远远的就可以了 也不能太远咯,太远的话口感就不好了 准备一个小锅,倒上一点油 我们先来煎鸡蛋,把油烧热 油热后,把油鸡蛋煎香 一面煎好后,来上少许的盐花 增加一点底味 再给它摆个面 鸡蛋煎香后,把它盛出备用 接着在锅中加入适量的开水 把我们泡好的米粉放进去 烫个3-5秒钟就可以捞出来 烫好的米粉夹到碗中 米粉一定不能烫久了 烫久了就变烂了 接着把锅中的水再次烧开 烧开后,倒入我们腌制好的肉片 快速给它划散 煮至肉片变色后,加上适量的盐 把我们准备好的青菜放进去烫一下 青菜烫熟后就可以关火了 先把青菜夹出来 摆在粉丝上 再把猪肉和汤一起倒上去 把用我们煎好的鸡蛋 来上一丢丢的葱花 最后来点花生油 一道简单又美味的汤米粉装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米粉弹牙,又偏嫩滑 加上个荷包蛋,好吃又营养 家常的做法,妈妈的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